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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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着你说呀 右边车辆转向灯也不打 就准备硬塞进来 车主已经示意 但他仍然我行我素 感觉每个人都要让着他 这下好了 你不用急了 脚下车窗是他最后的倔强 视频车正常行驶 前面是绿灯 车主的速度并不快 哎呦这电瓶车真是不长眼呢 不仅没有观察车辆 还闯红灯 我只能说车主真是太倒霉了 开车一定不能疲劳驾驶啊 尤其是在高速上 幸好没有车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咱们正常行驶 前面突然窜出一辆车 我说大哥啊 你出门是把眼睛忘加了吗 真是服了你了 不是我说兄弟 你这不开远光灯能看见路吗 哎呦这大车也是 黑灯瞎火的把车停在那里 真是卧龙凤楚啊 车主速度很慢很规范的行车 你看前面那三轮车随意横穿马路 你要为你犯下的错误买单了 这种人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车主和副驾不知道在聊什么开心的事情 聊的热火朝天 我说哥们开车一定不能分心啊 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不行吗 你这害人害己啊 请问你们那边开雨刮气要盼几年 就你这玻璃能看清路吗 兄弟你可长点心吧 视频车正常行驶 你看前面的骑电瓶车的大爷 果然马路是你家开的 想拐就拐 希望你下次还能这么幸运 视频车一心盯着 右面的这辆白色轿车 并不想让它向左边的 可是你要看着前面的车辆啊 你说这何必呢 果然是武林神车啊 一言不合就炫技 兄弟们 这波飘逸你给几分 像这种乡村道路 一定要注意观察 减速慢行 你看说什么来什么 你这骑摩托车只适合中午骑 因为早晚得出事啊 视频车正常行驶 左边这辆轿车速度很快 虽说白车斑马线不减速有责任 但这电瓶车也是不长眼呢 毕竟生命是自己的 不要拿生命当儿戏啊